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可以帮忙订阅哦 阿根廷对澳大利亚 这场球我们猜中了2比1 然后梅西也爆发了 但是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队友的配合存在有一些瑕疵 有一些隐患 那我们留到下一次对荷兰的时候 我们再来分析 荷兰对美国这场球呢 我们基本上他的方向 他的方向我们是猜对的 就是荷兰会压制打法 然后打反攻 基本上呢我是猜他2比1 但没想到到后面呢 美国对这边急于进攻哈 然后不小心给他偷了一个球 就打到3比1了 因为后面那个球 基本上是没防守的空的 所以就没有猜中啊有点 有点可惜 但是整个方向的话呢 基本上是对的哈 我跟大家讨论的是这个方向 那我们来预测一下 接下来的这场比 这场比赛是那个 英格兰对塞内加尔 英格兰在对塞内加尔的那个比赛 历史当中呢 全胜的哈 基本上是全胜的 然后呢 两队其实有一定的了解 英格兰他也是 就是特别强的队 有这个日不落帝国之称的那个球队 就 足球的发展史很多都是靠英格兰这边发展起来 所以 他的历史沉淀特别强啊 面对这一种 塞内加尔这种球队的话 他会释放的比较开 然后 塞内加尔为什么会晋级呢 他是因为卡塔尔 他他其实跟 跟卡塔尔一样 他都 对阵厄瓜多尔 都是0比2输给厄瓜多尔的 但是 最后很神奇的就是他晋级了 其实 这是卡塔尔的梦想 他想要踢出小组赛 然后 踢出淘汰赛 然后淘汰赛当中 再看情况 对吧 变成淘汰无所谓 结果 0比3 三场都输掉了 OK 那这一场球的话呢 我觉得有压 压倒性的优势 是英格兰这一边 所以呢 我们的比分差 1比0 2比0 还有3比0 但是 有一种神奇的可能性 就是1比1打 打加实赛 甚至点球 啊 有这 这个可能性在那里 但是我基本上推的是1比0 2比0 3比0 然后 猜中 阿根廷 还有那个 荷兰这个方向呢 我们都很开心 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啊 世界杯这一边呢 慢慢接近尾声了 然后 大家如果真的有玩球的话呢 不要越下越大 要控制住 要控制住啊 千万要控制住 很多人就是因为到最后 控制不住了 到最后输太多了 好吧 好 这样 这一集就到这里哈